小琴 你好 你小琴工作够勤奔的呀 你欠吧 我回去了 这位小姐是坚果的 这位小姐是时尚的 小姐我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辣东西了 是吗 都在啊 不是 应该有车马费嘛 你哪个咋知道 坚果的 坚果没有 谢谢 好 慢点 为什么坚果的没有啊 行啊 坚果的编辑现在这么恨啊 张口就是车马费 心疼吗 屁股啊 那你什么关系 你也替他出头 我有事 你都没给我伸过手 哎 我已经回后台了 你赶紧回家啊 哎 我已经回后台了 别再把我给我伸了 别再把我伸了 你们这么干有劲吗 先生 请问您是 一个在一个的视脸是吧 不希望他发稿是吧 那就别请他来啊 欺负人有意思吗 你们不就是因为是公关公司的吗 公关公司怎么的啊 你们要离开公关公司一个人都是屁 你是哪家媒体的呀 不是媒体的 不行啊 看不过眼 不行啊 不行啊 不行 先生 不好意思 喂 你应付当够了 赶紧回去吧 来 艾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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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你别走 别拿他们当回事 该干嘛干了 你替我谢谢葛一青 现在请各位媒体的朋友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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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人的会计划 我们下人的会计划 导致 我们下人的对点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电划 人青 curios 请不吝点赞 principalmente 们下人的心 请不吝点赞 就是 我们下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停 有情况 早安 今天有一个公关公司的人找安 他们口气相当不好 还问呢 立志姐是不是资深编辑 还没来啊 还没呢 所以我让她们晚点打来啊 要是再打来 你转到我这儿 行吗 行 喂 好 您稍等一下啊 喂 您好 是 我姓沈 真的吗 我会了解一下情况 回头再回复您好吗 好 再见 程鑫 公关公司投诉你索药红包 你怎么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 那这就是事实了 那看怎么理解了 怎么理解 要还是没要 我问了一下 如果问就算是要 那就是要了 什么意思 为什么问 因为别的杂志都有 我以为他们漏发了 那就是遇上视力眼了 还要视力眼给投诉了 可你为了个破红包 问之前想没想过 会不会影响 咱们杂志的形象 咱们杂志有形象吗 什么形象啊 就是让人瞧不上 那形象呗 好 除了 在这儿干嘛呢 好 好 安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进去说吧 嗯 没事啊 嗯 没事 能跟我说说你当时的心路历程吗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我要的不是红包 是公平 哪儿那么多公平啊 为什么不能有 不为什么 当然 你也可以管这叫势力 这就是势力 那我问你 你要怎么改变别人对你的势力呢 靠直接问人家 当面戳穿对方 你简直比我想象的还要笨 我问你 当你不能左右事件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你要做可以左右事件的人 怎么做啊 你说呢 擒贼先擒王 找他们头 我谢你啊 你倒没说告老师呢 握心肠胆你懂吗 当你自己的能力 达到了可以让别人尊重你的程度 你不用向别人要求 别人自然会尊重你 那不还是势力吗 这就是人性啊 你不可能改变别人的人性 你所能做的 最多是调弃别人的人性 而这样的前提是 必须先使自己强大起来 必须先使自己强大起来 出来透透气 你怎么办 你慢用 干得对 说你呢 干得漂亮 对付那帮视了眼 就得这样 其实我心里还挺怕的 除了怕 还有屈辱吧 其实我是强迫我自己 管他们要车马费 强迫我自己 跟沈荣轩顶嘴等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自虐狂呢 其实我也经常觉得 自己对自己不好 经常跟自己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又让你受委屈了 没关系 这都是成长的代价 你就是你 别管别人怎么说 你就是你自己 别把公关公司 当衣食父母 别把容轩当带头大姐 有朝一日 你一定会把他们 抛在身后的 不 我要把他们踩在脚下 够狠的 幸好我没得罪你啊 真的谢谢你老爱 要不是你 我都死八回了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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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不管他们说什么 咱俩找正不怕斜歪 你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郁闷的事 你就来找我 找你干嘛呀 我当你的倾听者啊 当你的情感垃圾桶 要不然怎么样 我也不能以神相许 行了 你自己没事就行了 继续立你的志吧你 依娜 同为富佳女 你看个人家 我都说了 我其实也没那么富 再说我那么低调 我这么高调说自己低调呢 谁是依娜呀 请问您是谁 就你这熊样的还想戏张丹呢 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 我都说你也敢戏 找聪呢吧你 喂喂 撒开 撒开 说话注意点 小秋 动我一下试试 少跟我来这套 我告诉你 我跟张丹好三年了 什么女的我没见过 你不过也就是 这些女的当中的最下等 别做梦了 干脆内部解决算了 甭废话 出来 谁都别动啊 他那叶卫杆走的 知道 你 够了我的 你一般嘛 别想怎么做了 谢谢啊 咱俩玩去吧 玩什么呀 什么都行啊 你想玩什么 咱们就玩什么 我陪你 何以解忧 唯有 动物园 走 拜拜 拜拜 你准备取了 你看没关系 这叫医生 你回来 帮你 还有呀 有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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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你还需要我干点什么 干 做点什么 干什么做什么 不都得我想想 进屋 关门 你说你都把我砸伤了 我都不能出去混了 当然应该陪我聊聊天了 起码这聊就算五百块钱的嘛 那 聊点去吧 就这次聊 乖 大狗 错呀 我们聊点什么 先陪我把这日剧看完吧 要什么名字 魔女的条件 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一高中老师 跟她的学生谈恋爱的 那不太合适吧 什么意思啊 什么不合适啊 是她俩谈恋爱不合适呢 还是咱俩看日剧不合适啊 还是你觉得咱俩看 这样内容的日剧不合适啊 你 拜拜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剧情 我告诉你 剧情特别地感恩 你做那么歪能看得清吗 我可以 可以什么样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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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一看 你昨天真的跟账单约会去了 我真的特别苦闹 我爸对我特别冷漠 一点都不关心过 他只顾着自己打牌 对不起这位听众 我想打断您一下 请问您觉着您父亲是一个好人吗 是吧 好的 那么我送给您一首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 是 我真的喜欢张单啊 了解他吗 我了解他了吧 我是外贸协会北京分会的会长 以后请叫我一会长 我也不知道我喜不喜欢他 我就觉得在他身边吧 我还挺激动的 其实也就算一粉丝吧 啊 现在不流行给明星当粉丝 流行当女友 呸 我还觉得这哥们也真行啊 对粉丝下手 他不会是看中你是时装编辑吧 我们俩没怎么着 让我装傻冲浪给推了 太快了 不是我想要的 依娜 我发现你还真是一个要爱情的人 多瞎玩意 多明白啊 你不要 我也要 所以再来悲剧 哎 哎 新卡罗你 我 十 十年不早 我 我得 您 先睡觉吧 干吗呀 干吗呀 你那么着急回家有事啊 我 那个我明天还要上班呢 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 我真的 我 我 没有五千字的稿子没写呢 好吗 我 您先写呗 那你先跟我谈谈 这篇好看嘛 我觉得一般般 为什么一样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哦 那你喜欢的是哪一种呀 嗯 我喜欢生活大爆炸 我觉得里面的女孩 特别有意思 胖乎乎的 要傻乎乎的 特别开朗 什么情况 你怎么一点都不深沉啊 我 我就不是那么深沉的人 你看我先上个厕所啊 为什么呀 这点上什么厕所呀 这点上什么呀 你怎么不听啊 这点啊 什么呀 我怎么听说 我没听说 不听说 小熊 让我给他回个电话 都怪你 都怪你 快走吧 喂 霓娜 什么事啊 你加什么班 加班 你疯了吧 吃错药了吧你 好 好 那我马上去 好 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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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他不会是让你给他解围呢吧 解什么围啊 有什么事吗 实在抱歉 白白老师 边境里面出了一点问题 我得马上去吧 是吗 有问题啊 咱这又不赶着出场啊 喂 老外啊 对对对对 你那儿已经和我说了 我知道 是吧 那我们在那边见 好 再见 拜拜老师 很抱歉 咱还换你的脚 我得先走了 好 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但是 你请留步 我得去工作了 不是 好 再见 请 你的脚很痛 你这个是马上说什么呢 安妮 什么人 可爱那悲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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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 不舒服啊 没事了 就是本身不得劲儿 哪儿不得劲儿 不热啊 不少 就是胸闷 闷头 那怎么办啊 上医院吧 起得来吗 起得来也不起 那哪儿行啊 去医院看看就踏实了 不去 我一人躺会就行了 你吃饭了没有啊 我给你做点吃的 吃了吃了 别管我了 忙你的去吧 去吧 我其实没事 我就忙活您 您这冰箱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我给您买点去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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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安姐 哪儿去啊 我爷 他昨儿搬过去 今儿就病了 我得过去看看他 什么病啊 他说不上来 就说自己浑身不得劲 啊 那行 那你快去吧 那行 那我去啊 拜拜 我在电视里看得清清楚楚的 就是那一条 就是咱们拍片时候丢的那条 真的 你没看错吗 哎呦 不可能看错 就是那条阿玛丽 我太清楚了 那会不会是人家 自己特别喜欢 然后后来自己又去买了一条呢 我也真愿意信呀 但是 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 就他那人别 你不是人喜欢他吗 哎呦 你别气我行吗 那 那皮带多少钱呀 五千多 我赔的呀 那你也只能当是他自己买的呗 我真想上他们家 让他给我拿出来 我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我丢的那条 你要去他们家 我想抽他 只是主要干活 叫不太疼 可问题 淳小姐 再晚咱们就看不了房了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的 喂 伊娜 我先不跟你聊了 我有点急事 先挂了啊 嗯 拜拜 我还没骂够呢 来 来 有二十八 我第一次介绍给 李老师见到的 老婆做事 他是一个长期的 是是 印象深刻的 是自己的努力 你应该不是你这个 有个字 喂 收到了 乌铃老师的人呢 来来来来 等我等我 我马上出门啊 啊 乌铁大帮 乌铁 谢谢 乌铁大帮 让我 拍个铁大帮 我都吃了啊 他们催我呢 给我留一口 你怎么办啊 铁楼铁 我这俩两个一只 报报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这油瓶让人家 出去 妈 吃饭了 whole 我熬的粥怕你肠胃不舒服 做这么多菜呀 我都好久不做菜了 也不知道手艺还在不在 对了 昨晚我碰见孙颖 她正要去看孙大爷 说是也病了 疮的吧 你可真不善良的 你怎么不吃啊 吃不下去 我想喝豆汁 哎呀您早说呀 给您买去 可一青 什么呀 跟你说点事 我要洗澡 行 等你洗完咱们再说 是福不是货 是货左不货 您请 走 我想要搬去棚里住 我就知道 我早就说过 你们俩之间有情况 有个屁呀 还不成啊 我还没说完呢 我搬去他们俩搬来 什么意思呀 还是不想跟我过了呗 我就是想跟你 在一块儿过 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俩 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你别蒙我了啊 先分开再分手一条龙 你能不能客观一点 是 别主观客观了啊 你们俩爱怎么着我们着 对你 对他 我保持维观态度 那咱们收费嘛 还是爱戴上人 你打算让他们白住啊 可以象征性地收一点 那多少算象征性了 那你说呢 我也就是这么一想 还没跟人商量呢 不用商量了 骆不死他们的 不是你说要帮他们的吗 我还以为你是真心的呢 对啊 对啊 我是真心的 真的 要不你问问他 需不需要男朋友 我搓搓全送他 好 没这个必要吧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啊 是不是每个男的想分手的时候 都会这么说呀 没说要分手 分手前奏 当然 也有可能是结婚前奏 再说 我跟我妈去住 你女朋友会同意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 房子是我俩合买的 住归你们的是我那一半 那你就吹吧 不过你对我还真是挺好的 好吗 一般吧 反正我来北京以后 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 我这人吧 也就是对人好这么一个缺点 而且你输的那点钱 也太象征性了吧 你们住进去就知道了 葛一青这人啊 不是那么好相处的 反正也就是一过渡 你和你妈住这儿 确实不方便 不是你们不方便 我也不方便 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知道 其实我也是为我自己 你们找着点再搬呗 对 那 那我请你吃饭吧 你再带着你女朋友 算了吧 你请了她也不去 你爱隔一青吗 我明白了 你们之间已经不是那种 单纯的爱或者不爱了 已经像亲人一样 血浓于水了 是吧 就你明白 是不是吧 这时尚圈也好 娱乐圈也罢了 有些人 就是特别功利 特别肤浅 我接触过很多模特儿 葛一青这人嘛 跟其他模特儿不一样 虽然他野俗 也没文化 但是难得的是 他很真实 而且不世故 他那条件啊 没必要老公我那么耗着的 追他人多了 哪个都比我有钱 跟谁 都比跟我过得要舒服 我们俩那么多年 你也知道啊 分了八十多回也没分掉 可能 可能这就是爱吧 真羡慕他 能遇见你这么好的人 而且他也那么爱你 既然都这么爱 为什么老吵架呀 评论对不上啊 我是一零三点九 他是九十一点五 你会跟他结婚吗 你也不年轻了 葛一青 他这人哪儿都好 可真不适合结婚过日子 他这么说 你早晚是会跟他分手的 别呀 亲头育女的 你们俩分了多少人都会难过 包括我 行行 过一天算一天吧 你想找些什么样的男的 哥帮你留意着 是吗 有你这样的外表 再年轻五岁 得有套房子 三室一厅 四环以内 事业有成对我特好 关键是对我妈 得像对他亲妈一样 你不懂了吧 哪个男的对丈母娘 都比对亲妈好 还什么相信 他得给我买辆车 最好是红色小阿 小阿 阿斯顿马丁啊 我刚刚在杂志上看的 可好看了 如果有这样条件的男的 你马上通知我 如果有这样条件的男的 我马上去变性 他马上通知你呢 说到底也是一大怂妞 你都要变性了 还是你不所谓的 坐这儿好喝吗 好喝 心里头痛快做了 妈 要不要去看看孙大爷 干什么呀 什么干什么呀 您不是老说人 对咱不错吗 那人生病了 你去看看他不应该啊 我怎么觉得 你不怀好意啊 什么意思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懂 你别想拿老孙的事 转移我的注意力 我现在赌心的是你 你跟我好好说说 戴卫的事 戴卫的事有什么可说的 我已经尽力了 你还喜欢他吗 我 我都想不起来 是不是喜欢过了 那你当初 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为了你啊 少玩我身上扯啊 我可顶不起你这雷 这 我说的是实话 我就算不全是为了你吧 至少有一半 我当时就想找一年轻的 干干净净的 背景不错 没前科的结婚 正好他那时候出现了 你又觉得我要找一老外 特牛掰 特扬眉吐气 特能堵上邻居的嘴 所以 那时候他跟现在可不一样 就一穷学生 除了年轻傻也没有 好在是一外国人 没那么多老理偏见什么的 也算是有过感情吧 当然有感情了 你老给他钱花 给他买在美国都没穿过的名牌 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的 可他 可他怎么就能跟你离婚呢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当初对他好是我自愿的 又没人逼我 咱可不能把对别人的好 当成要挟 那雷锋做好事还不留名呢 废话 您能跟雷锋比吗 我要不是为了怕您不痛快 这婚我早离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不结婚是有可能的 结了婚又离 那也是有可能的 你给我住嘴 这又是那李败犬说的吧 从他嘴里就没出来够好话 妈 你这老思想老脑筋 是得改改 你啊 现在别说我离个婚 就算你明儿跟孙大爷去领证了 人家最多也说早该结了 别 真的 你看看现在破电视剧都这么演的 谁跟谁能过一辈子呀 那都古代的事 你不懂 这人跟人要在一块儿啊 五年不接 那就准接不了了 听这意思 您还真考虑过了 你少说我 说你呢 行 说我 我现在想离了 行吗 就真没会儿了 没 那我什么时候抱外孙子呀 我现在自个儿都顾不上了 我哪儿还管您那外孙子 其实啊 这戴维倒挺像您外孙子的 他当年小不懂事跟着我 我呢 简直就把他当我儿子了 现在人长大了 自立门户了 那哪个孩子不烦大人哪 是想孙子 你大俩都是想要回什么 要求过 你那我宾病啊 到今儿那天 你也不能担当地 你老是你老是 你老是 你来生死的 我老是你老是 你老是你老是